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崔先生的心中一直在做着倒计时 时间真的是太宝贵了 差之好理 谬以千里 幸好在千军一发的关头 通过了众多野仙 以及他们的努力 阵法终于完成了 而就在这时 那个拜完了四方的拔尸 也一仰头发出了嘶嘶的声音 就好像是狂风吹过山洞一样 似乎也感觉到了自己头上 这股壮阔的天地之气 只见他双手用力一拍 撑住了地面 似乎想要最后的挣扎 大地还在颤抖 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一新星见到老粽子 竟然还想往外爬 顿时大喊道 来了来了 来了老崔 怎么办呢 崔先生叹了口气 只见他对着一新星摇了摇头 然后转头望了望刘雨迪 刘雨迪和他对视着 他俩的手始终没有放开 通过了掌心 崔先生感觉到刘雨迪心中的温度 这让他很踏实 也是他前进的动力 没错 他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 于是他转过了头 对着那二气阴阳鱼之中的拔尸 轻声地说 真是宿命啊 曾经我的师父就封印过你 几十年过去了 终于轮到我了 我很幸运 拥有了这么多的朋友 三清书注定是你的客星 拔尸啊拔尸 这个时代不属于你 给我继续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说到了这儿 只见崔先生双目圆睁 紧皱眉 然后咬着牙 将剑指指苍穹 然后大声地喝道 开 就在崔先生说出此话之后 这已经续满了天地阴阳之气的阵法 完全的开启 发挥出了他应有的效用 众人只感觉自己眼前一闪 一股剧烈的白光出现 刺得众人双目一黑 暂时失明 与此同时 一股波澜浩瀚的气平地爆发 这股气没有攻击性 给人的感觉很舒服 就像是风 大自然的风 这股气息实在是太过于强大 以至于时间 仿佛在这一刻都静止住了 众人跌坐在了地上 没有任何的声响 没有任何多余的变化 只是一阵白光闪过 将这树林之中映得如同白昼一般 那阵法之中的气呈现出圆环的形状 直接向天空射去 阵法之中 依稀可见的拔尸已经一动不动 这壮观的阴阳二气直冲天空 将那悬磨状的云彩 直接就捅了个大窟窿 过了好一阵 这股气息才就此散去 崔先生揉了揉眼睛 恢复了知觉 同时终于能够看见东西了 只见的二气阴阳雨 已经消失不见 而阵法之中的拔尸 也似乎失去了生命的迹象 他依旧保持着向天咆哮的造型 只不过他此时的身体外围 再一次被镀上了一层 好像是蜡油一般的东西 而此时 死伏逢天窟的天象 同时被这巨大的气所破开 云层漏了一个大窟窿 月光洒下 树林显得寂静且安详 刘雨迪此时也睁开了眼睛 他看见了崔先生正在对他微笑 他俩的手从始至终都没有放开 刘雨迪自然明白 崔先生的笑容是什么意思 他的泪水再次夺狂而出 便再也忍不住扑到了崔先生怀中 一旁的一心心此时也已经起身 他一边哎呦哎呦的伸颜 一边望了望那个老粽子 然后竟然也向崔先生扑了过来 幸好崔先生事先抬起了脚 顶住了他的肚子 以至于他没有得逞 但是顶得住他的肚子 却顶不住他的笑声 三个人简直太高兴了 崔先生起身 一只手跨着刘雨迪 一只手跨着一心心 两人放声大喊 宣泄着心中压抑已久的情绪 赢了 我们没有死 我们终于赢了 相比他们 那些野仙们要平静的许多 八十已经重新被封 人间就此又逃过一劫 这多亏了眼前的这三个人类 真是想不通 这三个年轻人刚才还一副 视死如归的模样 但是现在竟然封得像是个孩子 算了 人类就是这样不好琢磨的动物 他们是功臣 就让他们先闹一会儿吧 然后再上前说话吧 这真是千古奇观 整个东北有头有脸的野仙们 现在全都聚集在此 竟然都心照不宣的 去等待着三个普通人 不得不说 这个面子确实是够大了 似乎在他们的记忆里 这还是头一遭 喊够了 崔先生和刘雨迪 一头躺在了地上 一星星坐在一旁 由于兴奋 浑身还在不住的颤抖着 沐浴着如此纯粹的月光 抬头望去 从那被贯穿的云层之中 点点繁星出现 静静的闪耀着 也不知为何 算了 有些事情 他始终都要自己去面对 咱们再说李来英 当他和蔡寒冬赶到太阳岛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两点四十左右了 那出租车的司机很是奇怪 为啥这俩爷们大半夜的要跑到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出租车刚行驶了二十来分钟 李来英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也是半老妖怪 自然能够感觉到不寻常的气 李来英心中咯噔一声 便皱了皱眉头 坐在副驾驶上的他 一把摇下了车窗 然后把半个身子都射出了窗外 看着那司机一阵心惊胆战 不住的对李来英喊 嘿哥们 干啥呀 危险 别这样 有话好好说 到底咋了这是啊 李来英哪有功夫搭理他呀 只见他吃力的抬起了头 就忘记了那天空上的异常景象 今晚是阴天 同时雾气很重 外加上哈尔滨的夜晚灯火通明 路灯之下 整片天空都是黄乎乎的 但是那太阳岛的方向上空 竟然就跟被捅出了一个大口子似的 一道洁白的光芒洒下 简直有些像是电视上面曾经演过的极光 李来英见到此行此景不由的想 看来老张还是按时赶到了 若不是那什么狗屁妖阵 恐怕还真就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搞出这么大的阵仗来 只是不知道 张诗飞怎么样了 他现在救出那两个小妞了吗 李来英想了想以后 表情凝重的将身子收回 然后拿出了手机 刚好两点多一点 他思前想后 还是没有给张诗飞打电话 因为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如果要是打扰到他 那就不好了 还是尽快赶到那里再说吧 车后座的蔡寒冬 见李来英忽然做出这样的举动 心中十分奇怪 要知道他现在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他又不敢问李来英 只好下意识的也望了往天空 可是却啥都没看见 诺大的夜空就好像是一个灰不拉击的锅盖一样 并没有什么异常 那司机也瞅了瞅 然后对着李来英问道 干啥呢哥们儿 飞机啊 别把我当图老帽行不 李来英没好气的说 他绑大腰圆 一脸的横着 外加上说话的语气 倒真像是混黑道的 于是那司机也没敢再搭场 雾气很大 等到太阳岛门口的时候 已经是两点四十了 李来英赴过了前后 便拉着蔡寒冬走下了车 等那出租车开走之后 他也就没有了顾忌 红光一闪 现出了黑熊本相 他对着蔡寒冬点了点头 示意他坐上来 没办法 蔡寒冬只能照坐 刚骑到李来英的身上 李来英便发了狠 绕过了太阳岛的大门 从江边绕了过去 一边跑 李来英一边望着前方 心想着那到底是什么光啊 怎么会这么亮 都半个多小时了 竟然还没有消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老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 难道他遇到危险了吗 幸好有那道白光直言 让李来英有了方向 他此时心中是异常的交集 也不管背后的蔡寒冬 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向那边狂奔而去 而蔡寒冬只好拼命地 拽着李来英的毛发 闭上眼睛不敢说话 生怕咬着舌头 终于要到了 李来英冲进了树林之中 越靠近那里 四周也就越发的光亮 就连蔡寒冬都注意到了 前边似乎有一片月光映下 楼正 李来英冲出树林后 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眼前的这片空地之上 除了一个女人之外 只有两个躺着的家伙 月光从云层的缺口洒下 这两个家伙 一个是燃熙 还有一个就是张世飞 燃熙躺在远处 一动不动 生死未卜 而张世飞也是如此 他浑身浸透了淡绿色的液体 混合了泥土 看上去十分狼狈 他躺在地上 眼睛紧紧的闭着 脸色白的就像是一张纸 如果不是 他的胸口还在轻微起伏着 简直就跟死人一般无二 而唯一坐着的 却是傅雪涵 这个女孩子很显然被吓坏了 头发凌乱 衣服上也尽是泥土 看上去也是十分狼狈 他坐在张世飞的身前 望着张世飞 似乎除了哭之外 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直到李大雄冲过来的时候 他才微微一愣 面对着这样一个 驮着人的熊瞎子 傅雪涵此时 竟然也有些见怪不怪了 这个晚上 他看到了太多超乎常理的东西 包括各种妖怪 还有能变成孔雀的张世飞 似乎这个熊的出现 已经不算什么了 但是 在这只黑熊眨眼 就变成了一个人的时候 他还是张大了嘴巴 因为这个人他见过 他们曾经在一个饭桌上 吃过饭 他好像叫李莲英 是张世飞的同伴 见到了李莱英之后 傅雪涵的心中 似乎又出现了一丝希望 因为他刚才 确实已经绝望了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尽管这个胖子 好像也是妖怪 但毕竟他们曾经见过 况且他还是张世飞的朋友 应该不会害人吧 可是他还没说话 只见到李莱英两步上前 也没理会他 抱起了张世飞 然后大声的喊 王上 你怎么了 别吓唬我 醒醒啊 由于李莱英忽然变身 所以蔡寒冬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现在也很是惊讶 不是说好庆祝的吗 怎么搞成了这样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只见李莱英抱着张世飞不住的呼喊着 可是任凭他如何呼唤 张世飞还是没有反应 李莱英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他放下张世飞 此时的他眼睛都红了 也不管是什么 转头一把就拽住了傅雪涵的衣领 然后对着他咆哮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 傅雪涵受到了惊吓 他望着李莱英的脸 一咧嘴又哭了出来 李莱英心里面焦急 但是也知道自己有点过了 跟他发什么活啊 于是只好强压住心中的怒气 松开了傅雪涵的衣领 并且耐着性子问他 过了好一会儿 傅雪涵才理清了思路 将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 原来在张世飞把两人安顿在江边的大石头 并飞走了以后 梁云儿始终放不下心来 但是他又不能抛下傅雪涵不管 于是只好抱着他在心中默默的祈祷着张世飞的平安 可是过了一阵之后 忽然风停了 但是那一旁的江水却好像是沸腾了一般 不断的有鱼跳到了岸上 那些鱼在江沙上挣扎 发出啪啪的声响 树林里面也骚动了起来 很多老鼠和鸟儿都四下逃窜 就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接近了一般 两个女孩子抱在一起不住的颤抖 就在这时 忽然从那树林之中又窜出一只好像是狗的动物 直奔两个女孩子跑了过来 两个女孩吓坏了 不由得发出了一阵尖叫 那个动物跑到他俩进前停下了脚步 梁云儿自小在山里面长大 他这才认出眼前的动物并不是狗 而是一只砸毛的狐狸 只见这只狐狸站在他俩前面 然后竟然张嘴说话了 只见他对着两人说道 哎呀别害怕 我不害人的 女娃娃 怎么你俩还在这不跑啊 狐狸竟然说话了 这是什么世界啊 一瞬间的傅雪寒好像都快要疯掉了 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真的不是梦吗 而梁云儿则要比他坚强一些 他方才已经见过了那么多离奇的事物 现在这个时候倒也显得不是那么害怕了 只见他望着那只砸毛狐狸 然后便有些犹豫的对着他说道 你是妖怪 那砸毛狐狸点了点头 我是大仙 太阳岛大仙狐老七 女娃娃 现在不是说这事的时候 我心好 所以才告诉你俩一事 快跑吧 再不跑就完了 为什么 当时梁云儿见这个狐狸 感觉上也没那么吓人 于是便镇定了一些 他紧紧的抱着吓傻了的傅雪寒 然后对着那只狐狸问 出什么事了 这里要回了 真是造孽呀 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 都怪我 都怪我胆小 没敢跟护发大仙他们走 可是哪成想自己在家里躲着 也出了这么大的事段 那边来了惹不得的东西 你俩是知道的 现在他们在那边摆了个斜阵 就你俩出来的那个小伙 现在好像要出去阻止那个妖物布阵 弄不好整个岛都会被毁掉的 真是结束啊 算了 不说了 你俩 你说什么 听到那砸毛狐狸那句话之后 梁云儿当时就惊呆了 只见他也顾不上害怕 一架子就站了起来 然后对着那胡老七说道 你说他有危险 那只砸毛狐狸 眨了眨 贼溜溜的眼睛 是啊 我刚准备跑的时候 那个小娃娃好像正要冲出去 但是也没用了 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还不知道 那个阵法的力量太强了 要是再不跑的话 大家就全完了 这不 哎 我也要走了 看你俩可怜 劝你俩也快点跑吧 跳到江里游到对岸 也许就 梁云儿此时感觉天都要塌了下来 他并不是害怕死 而是害怕张士飞会出事 他很明白 眼前发生的这些事情是自己根本无法理解的 但是却又真的存在 现在他会不会死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张士飞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听这个狐狸所说 张士飞正准备跳出去 他还不了解张士飞吗 那个人永远都是那么的冲动而不计后果 恐怕现在他已经跳出去阻止了吧 那他岂不是有危险 不行 我不走 我要去找他 梁云儿握了握拳头 那只狐狸真是有点搞不懂 这个女娃娃脑袋里面到底想的是什么 刚才好不容易逃了出来 怎么现在又要回去送死 算了 还是不想了 反正人就是这样 总是不可理喻 现在情况危急 那只杂毛狐狸便不再多说 只见他叹了口气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老仙儿我也要先跑了 说吧 这只狐狸便一转身 脚底下就跟抹了油一般的向远处奔去 他跑得不怎么快 但是没跑几步 竟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只狐狸跑了以后 傅雪涵只见梁云儿低着头 似乎在想着什么 姐 你 梁云儿回过了神来 然后转头对着傅雪涵无力的笑了笑 对不住了 小雪 你自己在这里躲一会儿吧 我要去了 可是傅雪涵顿时十分的担心 可是即使你去也不能帮上张哥呀 这些东西咱们 情急之下傅雪涵已经完全乱了阵脚 不知道应当说些什么 而那梁云儿则叹了口气 他转过了身 然后背对着傅雪涵轻声的说 即使我什么都做不了 可是我也不能就这样在这里躲着 你知道吗 小雪 其实男人都是爱面子的 张世飞也是如此 他虽然外表很坚强 但是我知道 他的心里却十分的脆弱 每一次和他见面 我都能感觉到他的疲惫 以及眼神中的悲伤 以前一直都是他救我 现在我虽然不失望能够救他 但是能跟他一起死 就已经很开心了 梁云儿的一番话 让傅雪涵沉默了 不可否认 他的心中也爱着张世飞 从第一次见到张世飞的时候 他就对张世飞有着一股莫名的好感 也许这就是一见钟情吧 但是现在自己的手脚 竟然因为害怕而发软 一动都动不了 但是在听到梁云儿的一番话后 也鼓足了勇气 傅雪涵咬了咬牙 然后对着梁云儿说 我也跟你一起去 本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进入了咬牙